但是如果你挨我那么近的窝子 都钓不着鱼的话 那证明真的这是人品有问题 这只能说你的抛肝频率太快了 把鱼都抢走了 我们在一个窝子里边 终于 哈哈 小心小心 慢点 慢点 慢点慢点 是的 哎 倒肝 往你的左边啊 往你的左边 对啊 你一定要学会啊 这个往右边啊 对啊 对啊往左左右左右左 对啊 就这样啊 对对对 一定要学会啊 你不能跟它硬扛啊 这个 好 左右左右换着来 对对对对对 好 站我左 哇 看到了 好大一尾 好大一尾银血鱼 站我左 对啊 哎 你往潮里边弄干嘛呀 他 已经跑了 他往潮里装 我出来一下 已经跑了 还出来一下 啊 啊 他太狡猾了 你知道吗 他往潮里边钻 啊 我的鱼 我都看到了 好大一尾银血鱼 就跑了 气死我了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控住他了 没想到最后来一张往潮里边钻 然后就卡在这个树枝上 这个啊 还是你的溜鱼的方法不对 哼 哼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的溜鱼方法不对 你看着他没有往潮里边钻了 你就马上应该顺手往外带的 这个得 你不能说一会就往回切 这是不对的 可是我已经往前带了 你往相反的方向带呀 你往你的右边带呀 这个得 你必须这样啊 他往潮里边钻 你往上拔呀 他往潮里钻的时候 我就是往前顶嘛 对吧 你肯定要往外带呀 对呀 我就是往外带的呀 那起来怪了 他自己是 我跑上去的 这个 好 千万别再降 好吧 这个是你的问题 我刚才就是往外面带的 那行 那就是鱼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怠慢了 那是鱼的问题 反正都是 另外的东西的问题 跟雪茜是没关系的 雪茜的操作是一定是正确的 邱老师难道你不承认 我前面遛的还可以吗 好 别说话了 别说话了 你是 你是最厉害的 你现在是我心里边最佩服的人 我对你的敬仰 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邱老师那个视角 可能看得出来 我遛鱼的那种不足 哇塞 终于了 吓死我了 哎呀 终于了 鲤鱼 你看 漂亮吧 超老师 怎么那么神呢 你真的给鲤鱼打电话 我们的目标鱼来了吧 你看 这是有工程剂 鲤鱼 漂亮吧 鲤鱼亲戚 哎呀 这是有工程剂 超老师 你太厉害了吧 你真的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真的打了电话的 你看他来了吧 你看看 太棒 金黄色的鲤鱼 漂亮吧 太让人幸福了吧 好 漂亮啊 回家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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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好微弱- 又是一尾工程计大鸡鱼 这个鸡鱼挺大的 这个鸡鱼很大 大鸡鱼 我们俩竿子一样的 你用我的竿子吧 我看还有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我现在能把我想到的原因 我都有给你找着 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是一模一样的吗 我不知道啊 我怕你待会找原因啊 再这样我要换你的钓位上去钓了 记住那个位置啊 对 好 四米五的钓子这样换肝啊 不然我怕我提上来 你把肝子给我推出去 你怕我没力气提 四米五你没力气提 嗯 你每天吃饭吃三碗 你还没力气提 我没吃啊 昨晚上晚饭就没吃 起肝重新来 往外泡一点啊 嗯 雪茜啊 你不管是钓银血鱼 还是鸡鱼 还是鲤鱼啊 因为它们都属于砸死性的这个鱼类 嗯 所以这个耳鱛啊 你还是不能不能把它搓得过 又太大 你要一定还是有这个状态 知道吧 嗯 还有就是一点呢 一定要把它抛准 这个钓水库里边啊 这个抛准是非常重要的 你抛不准以后 你就得去带它 一带它这个耳鱛 就可能把它带散了带落了 哦 这个感觉无效了 所以这个就一定注意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 小老师你看我这个耳球大小怎么样 可以啊 这个可以啊 这个是很好的 好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钢子往外伸 对了吗 哪里有四米五的钢子像你那样握的 你那个握法是八米一的钢子 我怕羊肝的时候 所以我一只手没力气 就空中 是因为可以延长一点吗 你才钓得了 刚才我钓到那个窝点里边 我这看得非常清楚 嗯 注意 有口了 把杆子轻轻地抖一下 往回不要这样 往回拖一点就可以了 这样 对对对对对 好 这先行 打 我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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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啊 导干 导干 一定要注意导干 往左边对对对对对对 往左边对 好 好 好 然后往右往右 对注意啊 鲤鱼漂亮啊 鲤鱼鱼璃鱼璃鱼璃鱼 Euw스 선택了 我的分享 注意啊注意啊注意 别есто时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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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这一条鱼可以啊 哦大鲤鱼看 是吧 往左往左对对小心点 小心点 那我来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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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闪不对 这样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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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太记得了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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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感觉我要哭了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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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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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一定要稳住 一定要稳住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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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好好好 别着急 哇 你看 大鲤鱼是吧 我要哭了 哈哈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我太爱了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到了这么久 终于来了一尾 而且第一尾就是一尾鲤鱼 好 漂亮啊 大鲤鱼 我真的好想哭 因为这鱼我等了好不久好久 之前跑了两尾 然后有很多的鱼口 都没有抓住 然后经过邱老师耐心指导 然后长时间的等待 我终于上了一尾鲤鱼 漂亮啊 漂亮啊 乔老师 这鲤鱼有你的功劳 谢谢邱老师的耐心指导 那必须得呀 对 这条鲤鱼是很漂亮 很漂亮 赶紧去把它放生吧 好 赶紧放生 好 把它放掉 赶紧 太漂亮了 又鱼很快 对 你看今天这个鱼啊 越下越大了 要不我们就收了吧 好吧 我觉得虽然我有一点点意有未尽啊 但是我鲤鱼都钓到了 大鸡大鲤嘛 好 收了也可以 对 那我们先收了吧 好吧 好 今天谢谢邱老师 好 交了很多妙招 收吧 新满意足的收工了 钓鲤鱼选票啊 也是非常的讲究 首先第一点 我们在钓鲤鱼的时候 尤其是用长杆钓鲤鱼的时候啊 这个浮票一定不要选得太小 如果像这种浮力特别小的这样的浮票啊 拿来钓鲤鱼的话 因为我们鲤鱼的耳料会比较重 抛出去以后啊 有可能耳料在前面 浮票在后面 形成了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夹角 那么这样的钓鲤鱼啊 动作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了 用6米3左右的手竿钓鲤鱼 我个人觉得 2.5克左右吃牵的这个浮票 是非常关键的 还有一点的是什么 鲤鱼的浮票一定要相对比较清晰 因为我们在野外做钓的时候 竿子用的长油 泡的圆以后 你如果太细了 根本就看不清楚 所以说最好用这种加粗尾的 2.5克左右的浮票 用6米3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